好 再說一次 郭國文委員跟在場幾位來賓也同意 抗中保臺也是今年的非常重要的議題 那在臺北市這個首都 當然要打這個議題 那陳時中這個競選團隊 不能被對手給拖著進去一個 陳時中這個根本沒有必要所面對的題目 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你看到的典範是誰 我實在很佩服林佳龍跟蔡啟昌 我們先來看這個林佳龍 把新北市的侯友宜的侯家軍已經逼瘋了 他們前面用所謂的公車廣告 然後自損人格 說是臺中人不要的 新北人也不要 結果讓大家想到了當年白冰冰怎麼樣講 這個謝長廷 謝長廷當選的王室 讓大家開始同情林佳龍 接下來勘災 水災 水患 新北市民嗷嗷帶補 要在災情當中要等著市長來解決的時候 侯家軍居然他們來所做的選舉上的辯解是 協尋林佳龍 這是什麼樣的邏輯 我們來看最新的報道 金北市長侯友宜致辭介紹現任議員 不忘提息子弟兵 兩度提到呂家凱在拚選舉 前一天侯友宜到三峽區視察山陰縣進度 才過一天再來鷹哥 連兩天的市政行程都可以看到呂家凱 還被拍到侯友宜跟他搖耳朵 難道是因為民調落後要幫忙救選情嗎 其實他是問我說奇怪 民進黨議員怎麼都沒來 我就跟他說我也不知道 他其實民調這件事情 他有他自己看新聞也知道了 那當然多少也會替我們緊張 侯友宜每次都說好好做事 那他其實都常常做行政不中立 放任所有的局勢來批評我們林佳龍 現在卻因為民調 柔家軍的民調低 特別在任何行程裡面去運用 來救他的侯家軍 同選區民進黨參選人曾敬毅 同場PK呂家凱 然而有志一同來流感疫苗施打處 發放口罩 爭取選民支持 曾敬毅四年前只差305票 還有選民認出他要他加把勁 不過呂家凱的對手可不只曾敬毅 還有小學一起上補習班的卓冠亭 呂家凱之前在公車打廣告 影射新北不要龍 緊接著侯家軍又聯名截循林佳龍 卓冠亭就炮轟 不面文宣 害人害己 市長候選人 你在災情的時間就應該趕快來關心 新北市民的狀況 而不是噴口水 再來是台中人不要的 新北人也不要 我覺得這是個事實 第八選區選戰打得火熱 民進黨現任就有廖宜坤 林明仁 還有親綠五黨籍陳世榮 藍營現任有洪家軍 林金杰等人 還有五黨青藍的蘇宏青 吕家凱目前民調落後 勁敵除了現任議員 還有首次投入選戰的卓冠亭 兩人先禮後兵 一個給對方比賽 一個要對方加油 新人誰出現 選後見真章 看到了這個有點大家精神錯愕 這個協巡林佳龍 然後新北市走失地點 行人起事 一副新北市也是侯家軍 一副好像他是現任市長的樣子 他們有災情 然後侯友宜坐空中飛人 宣稱在新北市的救災中心有出現 結果沒想到看到他到新竹 然後他又宣稱他有在現場 然後說不清楚講不明白的同時 把責任推給了這一位候選人林佳龍 然後侯家軍的翻車被報道成為 是一個很平行時空被戳破的一個狀況 我們來唸給大家看這個心頭殼的這一段 新聞報導 這兩天受颱風影響 雙北災情頻傳 侯家軍的幾位議員參選人 要大家找新北大翻新的林佳龍 貼文一出即被調侃 市長到底是誰 內門提到克文哲跟蔣萬安第一時間看災 被戳破到場時間 比刻意沒有提到的陳時中 以及黃珊珊還來得晚 此外侯振宣稱侯下午一點有災害 一面中心或天氣風險公司 平庫新北雨是在下午兩點有空檔 才前往新竹復選 然而根據中央氣象局雨量觀測 新北下午兩點整正式降雨最強之時 其實看到這件事情 我們覺得非常的離譜 就是說其實在第一時間 我們就已經知道 這個不是突然的暴雨 這個其實新北臺北這兩天的大雨 其實都是陸陸續續一直下 而且隨著氣象預報不斷的預告說 這個未來可能會有致災型的雨 這個雨勢 所以坦白講 你如果真的是一個父母官 你關心這個民眾的這個生計 關心民眾的生命財產 你這兩天坦白講 你應該就是守在這個新北縣市 你就應該要守住自己的這個崗位 但是很離譜的是口口聲聲說要好好做事的侯市長 卻在這個新北市當時啊 汐止平溪一帶其實已經降下這個雨淡 我用雨淡來形容就是雨勢非常大 結果他竟然還可以專程驅車跑到新竹去問林庚人站臺 我實在是無法形容啊 當他為林庚人站臺喊凍蒜的那一刹那 我們細止的民眾是真的是在水生火熱當中啊 可以說在淹水一片哀嚎哀嚎聲中 結果當時我們的這個應變中心裡面群龍無首 然後呢 該負責的這個縣市首長竟然跑去其他縣市去助選 我要請問侯市長 你口口聲聲好好做事 結果你遇到侯大雨 你衝到新竹縣市 我退一萬步來講 我講公道話了 假設今天侯市長是因為說 他手底下幾個在新北市選了侯家軍 看起來因為坦白講 因為民眾都覺得很囂張 那講幾話來動不動 就是哎呀 你們林家榮會輸三十萬五十萬票等等 民眾可能看不下去 然後感覺不是很舒服 所以現在坦白講 侯家軍很多的這個民調 確實是在吊車尾的狀況 那這個情況之下 假設你說 好啦 我就在新北市 就近為他們拉抬一下 我退一萬步來講 我覺得如果遇到災情 然後你立刻敢去坐鎮 也無可厚非 但是不是 侯市長 你是跑到新竹縣市 所以你口口聲聲 說是好好的 這個專心市政 其實你就是想二零二四嘛 否則你跑到新竹縣市 為林根人站臺幹什麼 你為林根人加油幹什麼 所以我認為這件事情 實在是非常離譜 可是更離譜的在後面 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當我們在問說 侯市長為什麼第一時間 你沒有作證指揮中心 為什麼第一時間 你還有心情跑去浮選 竟然侯家軍 他養出來的這些侯家軍 竟然在網路上說 協詢林家龍 我請問大家 林家龍有行政資源嗎 林家龍現在已經當選新北市長了嗎 沒有 林家龍連立法委員都不是 我講一句不客氣的話 我自己去勘災 都比林家龍現在去勘災有力量 因為我是先生議員 林家龍根本現在也不是議員 也不是市長 他只是一個市長參選人 可是他非常的關心 這個整個災情 但是問題是 你在最緊急的時候 你去協詢林家龍 請問林家龍就算去現場 他能夠指揮誰 他能夠說消防局長 快點水利局長 這個橫衣門趕快去調動 趕快請這個相關交通局 把裡面那個那個 河灘地的那些車子 把他拖掉出來 他可以嗎 他完全不行 所以我實在搞不懂說 在這個緊急危難的時候 你又踢皮球 把這個責任要踢到林家龍身上 所以他們昨天整個網路大翻車 昨天當那個協詢林家龍的這個 這個相關的貼文貼出來之後 網友罵翻了 網友罵說你們根本毫無知反省 網友罵侯家軍 罵侯友宜根本毫無知反省 你第一時間沒有作證 你第一時間口口聲好好做事 做的都是言行不一的事情 然後呢 你竟然又把球踢到一個沒有行政資源 根本沒有任何公職的林家龍身上 我請問大家 大家看得下去嗎 所以我認為這個整個情勢 大家不要以為說民意不會逆轉 其實昨天這樣的一個狀況 讓大家覺得非常的痛心 我再跟大家舉一個例子 我們昨天這個卓冠廷很認真 他第一時間跑到那個我們樹林區的那個其實他是在樹林跟板橋交界的一個市場 他花了一億多一億多 這個我為什麼有印象 因為 投友一大市政府 一億多 花了一億多新建的一個保安市場 那是新蓋的 新蓋的 一億多一億多 我再次強調一億多新蓋的 然後呢完工大概十二天左右 結果竟然昨天一早那邊就淹水 很多居民就在反映 我們酌冠廷非常認真 第一時間就去現場 他去把那個狀況拍起來 結果拍起來我們說 他說這個剛完工 而且驗收完剛開幕十二天 怎麼會淹水淹得這麼嚴重 你知道第一時間那個侯市府團隊怎麼講嗎 他說我們這個工程沒有問題 是積水出了問題 我說那積水出了問題 就是工程出了問題 地下水道不叫工廠 對 你做一個市場 如果連基本的排水系統都沒做好 你在做什麼做什麼排水系統 你在做什麼工程 這個工程有沒有人謀不張 有沒有偷工減料 有沒有到底誰監工 到底誰驗工 驗收 這個都要去追究 所以我認為第一時間 你看那些那些民眾在那邊淹水的時候 那個在市場擺攤 最怕堵就淹水 淹水很多貨物可能都會淨水 人民的生命財產損失 我請問大家 第一時間你侯市長在哪裡 第二時間當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有任何反省檢討嗎 所以我認為這次這次的風災坦白說 真的讓人民更加清楚 看清楚侯市府的面目就是如此 而且他們這個智慧也很奇怪 你這個一個候選人 現在他根本就是一個普通平民 跟我們一樣的林佳龍 不過就是民進黨提名的新北市長的候選人 結果發生災情 你自己的林佳龍這個對手 自己也有在關心 然後你們這些市議員也有在努力的協助 這些這個受災的地方 但是你的新北市長跑到新竹去 結果他們想要轉移新北市長候友宜 不再看災現場的這樣的一個焦點 然後去登一個什麼協巡這個林佳龍 結果這個保安市場被左冠廷非常辛苦的 你告訴我們你是昨天聽到民眾跟你提供抱怨 然後發生問題 所以你立刻到了現場去是不是 我是要講一下 是我的團隊到現場 這個保安市場 就是博文議員剛剛講的 他花了一億元人民納稅錢 我們非常痛心的是中央還補助了他五千萬 蘇喬花委員爭取的 努力跟中央爭取一個市場爭取五千萬 這多困難的事情 國文委員就知道 然後給新北市政府去做施工 等於說新北市政府拿了中央的錢五千萬 自己出五千萬 十二天完工 十二天完工開幕後 就發生了整個水淹整個市場的狀況 看過當天侯友宜有去藥武洋威嗎 他有剪採 你看到外面他那天有去剪採 然後把他當成重大政績 為什麼我會說攤商是非常的難過跟生氣 當天的狀況是這樣 我們以為是下午 後來整個新北才有災情對不對 因為戲只是下午才有災情 當天是早上保安市場的攤商 一開門進去之後 就發現整個淹大水 而且我跟大家講一個更誇張的事情 攤商跟我說早上淹完了清完之後 下午再淹一次 他是連續淹兩次 所以這件事情 應該是地下水系統有問題 工程上面 一種講法是 這整個工程一億元 你就是驗收有出狀況 因為現場有這個攤商直接秀出那個畫面 也給我們的很多媒體朋友有拍 就是他的排水溝 攤商質疑說太淺 所以無法面對就是說 當有雨來或有水來的時候 排水不散 但是市府對外講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市政府對外講什麼 講說這跟工程無關 你先看侯友宜的回應 侯友宜回應 居然對媒體就講說 我們經過查證 我們確認了跟工程無關 細節我們請市場術對外說明 你在講什麼鬼啊 他有進步了 他至少不是講說 好好做事 謝謝指教 最至少有進步 但是後來市場術怎麼回 市場術講說 現在懷疑是旁邊的公園 或旁邊的排水設施 有問題 所以是才淹進這個市場的 跟市場工程無關 我覺得這個市府團隊太離譜了吧 我們以前在市府也服務過 以前在臺中的時候 林佳龍當市長的時候 要求水利局跟相關單位 在大雨或大水要來之前 一定會做一個SOP 他會要求所有的局處 區公所要做清淹 所以你看起來 你市府回的腳是真的啦 那代表你清淹根本沒做啊 怎麼可能旁邊公園的水 會湧進這個整個市場 我要講喔 他們其實一開始的回應更誇張 一開始的回應直接對外是講說 說這個水是外面流進來的 不是裡面的 廢話 難道是湧泉嗎 整個市府是荒謬自己 那也因為這一連串的失誤 不只保安市場 寇姐 其實我剛要強調時間點 是因為 侯友宇被苛責的原因 是因為前天 當全臺灣開始發生陸續災情的時候 他人在新竹幫林佳人助選嘛 我先講喔 侯友宇知不知道有大雨來 早上保安市場這事情 他知不知道 假設他不知道啦 假設他這麼昏饋 他不知道啦 他在中午十二點的時候 你去看他的臉書 侯友宇PO了一篇臉書 告訴市民說請大家小心 盛防好大雨 出門在外要小心 結果PO完這篇臉書 兩個小時 他就流出地方的那個 新北市的指揮中心 就跑去新竹 代表他知道有大雨嘛 後來被踢爆之後 他開始對外講什麼 你看那個回應 我真的覺得也是 我真的覺得怎麼會有個市長這麼誇張 他對外講說 因為我們根據那個 這個風險的災害評估啊 還不是講氣象決定 是講天氣風險公司 還明天的預測 我們兩點中會有一段降雨控檔 所以他降雨控檔神算 有人說他不是實行管理大使 他現在是天氣控制大使 你哪一個市長 因為看了不同份報告 其中有份報告跟你講說 兩點可能雨勢會稍微小一點 然後中央氣象局的預報是會很大喔 有不同份嘛 他居然找了一份說 這可能會稍微有一兩個小時 雨比較小 我就可以跑去幫其他街上助選 結果他跑到那個在新竹的時候 所以你神搖跟他配合他的助選嗎 三點的時候 剛好就是戲子發生在今的時候 剛好就是整個新北市雨最大的時候 結果他這個降雨控檔被罵犯對不對 後來他回來之後 新北市政府發言人對外講說 因為我們除了知道這份空檔以外 早上都沒有災情 所以我們只是一有災情 我們馬上回來 這個理由也能講 我說實在 大家對侯友宜真的太仁慈了 如果這個事情發生在任何其他縣市 你早就被罵翻 狗血淋頭 到現在大家都在討論 對 所以就整個侵犯嘛 可是不管啦 大家對他侵犯這部分 但是至少我們還認真在那邊討論 他後來說謊是什麼 早上的說沒有災情 保安市場這不是災情嗎 就是災情 這在早上啊 所以你要這兩個選項 一個是你知道保安市場有災情 你還是跑走 你說謊 第二個是你昏潰到保安市場花了一億元 十二天大淹水 落成完工十二天大淹水 你知道然後不跟大家講 或者是你昏潰到你完全不知道 二選一嘛